大家好,我是莉莉莉 今天莉莉也要教给大家法语、口语当中非常实用的句型 这个系列我们已经出了好几个视频了 如果你还没有看其他视频的话可以找来看 今天这个实用句型主要是跟情态动词有关 也就是这个句型是主语加情态动词 然后后面加动词原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般里面法语的情态动词都包括哪些呢 其实主要包括几类就是表示情感的 表示认知的 表示意愿的、诉求的、还有想法的这样的一些动词 它不代表具体的一个动作 这些类类就叫做情态动词 那我们看一下法语口语当中经常用到的有 比如说表示情感喜欢喜爱啊、讨厌啊这些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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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非常热爱、喜爱的意思 接下来呢 更喜欢 那讨厌的是 然后这些就是估认的一个意思叫做 gotten 接下来呢就是表示意愿的 比如说想要 能够知道的这样的 知道的这样的 那应该做某件事情 比如说 应该法语口语当中经常用得到的一个情态动词 有aimer,adorer,preferer,dédester 还有就是vouloir,bouvoir,savoir,devoir 那刚刚我们就是提到了这一类的情态动词呢 后面一定要用动词原型 来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喜欢游泳 j'aime,nagé 你看就是主语加相关的情态动词的动词变位 后面加动词原型 j'aime,nagé 我喜欢游泳 那比如说我非常热爱 比如说画画好了 j'adore,désiner j'adore,désiner 我非常喜欢画画 热爱画画 或者是你换一个主语 他非常喜欢画画 j'adore,désiner 或者j'adore,désiner 接下来呢就是更喜欢做某件事情 比如说我更喜欢看电视 相对于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看电影 相对于看电影来说 我更喜欢看电视 je préfère regarder la télévision je préfère regarder la télévision 那这个préferé呢是在某一个情形里面就是相对于某一件事情 你更喜欢某一件事情 那最后就用préferé 好,接下来是désiner désiner是讨厌的意思 比如说我讨厌做家务 je déteste faire le ménage 那 faire le ménage就是做家务的意思 那 détester 后面用动词远行 je déteste faire le ménage 好,接下来讲到的是意愿的其他动词 是vouloir 想要 比如说我们想要旅行 nous voulons 这个nous对应的vouloir 动词变为是voulons nous voulons voyager 我们想要旅行 nous voulons voyager 好,能够 那能够比如说 他们能够说好几 五种外语 比如说吧 他们就是 男的他们也行 女的他们也行 ils peuvent parler 5 langues étangères 他们能够说我们外语 或者en也可以 elles peuvent parler 5 langues étangères 那这些呢 后面全部都用动词远行 不需要动词变为 那相关的 那个情态动词肯定是根据主语来进行动词变为啦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动词是savoir savoir的意思是会或者是知道 比如说 elle sait faire du vélo 那这个savoir后面呢也是用动词原型啊 faire du vélo表示骑自行车的意思 elle sait faire du vélo 最后一个呢就是应该表示想法 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你应该马上写作业 比如说 那这个应该是动词原型 是devoir 那你应该 对应的动词变为是 du dois du dois faire des devoirs maintenant 你应该 现在马上做你的作业 du dois faire des devoirs maintenant 好 那今天呢 李亮教给大家这个非常实用的法语句型就到这里啦 你学会了吗 那我们最后呢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实用的句型 就是主语加情态动词对应的动词变为 后面加动词原型 记得是动词原型哦 动词原型 好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哦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话 记得点击铃铛进行订阅哦 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想要跟李亮的学习法语的话 可以扫描微信二维码 但是请注明学习法语就可以加李亮的微信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好了 Pushen Salud